哈囉,我是文華 我是JS,我是文華的媽媽 先來跟媽媽說,什麼話有什麼? 我覺得很可怕 這個同志議題 會不會錄到一半跟媽媽吵架 還好咧,蠻平靜的 好像她最大的秘密我已經知道了咧 很怕,真的 因為我們兩個是可以很激動 因為她水瓶座,我甜瓶座 那我先 你是否曾經讓我在朋友面前感到丟臉尷尬? 是 算了,這不要講好了 舉一個就好了 你都常常帶朋友來喝酒啊 最好有咧 是你讓我丟流跟朋友 哪有讓我丟臉,有一隻我朋友來吧 所以我就跟你講,你剛剛這樣我很丟臉啊 我就跑到廚房跟你講啊 根本就沒有 根本就沒有 我問喔 是我曾經專忙不讀你的訊息 我常常不讀你的訊息 我兒子常常這樣子 常常都裝忙 其實沒有那麼忙 沒有,我真的很忙 可是我媽常都在喝酒啊 都不讀我訊息啊 那我再問你喔 我這個問題 你覺得我是否了解你 是 一個人要了解一個很困難啦 說真的 你說我完全了解他也不見得 他不一定了解我 可是他很體諒我 是否曾經放棄自己的夢想 其實本來沒有打算要開店 就是 就是本來想說 好,就跟一般人一樣 然後順順地把 學帶繳完 然後出去找一份好工作 我會開店是因為 我想說 讓媽媽比較有面子這樣子 開第一間店的時候 我拿學帶去開店 然後你就打發標 可是隔天開幕 你還是要來幫忙 文華會愛可能對 那你的夢想 我的夢想已經完成了 今年完成 什麼夢想 大學畢業 我今年把大學 好厲害 我今年把虎大大學完成了 那是我三十幾年前的夢想 因為我等小孩子長大以後 我知道我又有自己的時間了 我並沒有放棄 是我覺得自己曾讓你失望 說那個同志的事情 其實 不是有跟我說 你不會永遠這樣子嗎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很想結婚 但是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這個圈子 其實有一些人真的很努力在做 那他們 還是到現在都還沒辦法種出來 自己是同志的身份 但是他們天生就是同志 不像我們 這麼幸福 你可以選擇喜歡男生 或喜歡女生 也不用自己投入啊 你就沒有照著我們孫家的那個 結婚生子傳宗接待 不是還沒有 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我覺得人一個階段一個階段走 你是否為我感到驕傲 是 我媽讓我很驕傲 因為 說實在 如果她不讓我驕傲 我就不會帶她來上節目 所以她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厲害的媽媽 所以我都會跟我朋友 身邊朋友介紹說 她是我媽 超喜歡介紹我是她媽 對 每次看到的 這是我媽 可以曝光的機會 或是可以介紹朋友的機會 我就會跟她說 她是我媽媽 因為她很勇敢 她養我們三個小孩 她可以讓我學習的事情 就是 她不會放棄她任何的夢想 其實文華不是 不是說開店 我才會覺得你 讓我感到驕傲 因為你的董事 像爸爸生病的時候 你看兩個弟弟 我們送急診 都是你在follow他們兩位 那時候你才 國小三年級 你是否曾經做過 讓我感動的事 常常 因為我媽也是一個很貼心的人 就是 就算我們很小 就沒有爸爸 但是其實 其實我們的生活 不輸一般 雙親家庭的人 出去玩 該補習 該上安親班 她其實都會讓我上 甚至小時候 她有讓我去戴牙套 然後長到我才覺得說 哇戴牙套 是一件很貴的事情 然後文華讓我最 窩心很多事 可是有一件事 就是有一陣子 我在外面找工作 然後那個禮拜啊 她每天都會 煮晚餐 給她兩個弟弟吃 回來都 都已經準備好 連同我10點下班以後 還是有晚餐可以吃 妳還記得喔 對 我一直記得 那很久了耶 對啊 謝謝你 不會 好感動 想跟對方說的嗎 媽媽我愛妳 太俗氣了 可是你要常常回家 那是家不是房子 我知道了 謝謝你接受訪問 來來來來 這邊 謝謝你 代替爸爸照顧我 沒有沒有 都你照顧我比較多 我很意外文華說 她的夢想是 好好當一個 早九晚五的上班族 因為 她不是那麼安分的小孩 蠻感動的 其實默默做那些事情 其實我也沒有在 想說會 雕工或是什麼 我覺得自己應該要做 那 我媽都看在眼裡 我覺得也蠻感動的 我就是比較想要聽她其他的夢想 就是也許她有其他夢想 我沒有完成 那如果她講出來 我可以 有能力幫她完成 我也幫她完成 這樣子 翻白眼 可是我還是 會聽啦 但是 不是說一定要結婚才能 好 媽 我不會結婚 但是斷期啦 斷期啦 好不好斷期 我 不只想要對文華說而已 我要對我三個小孩說 他們三個要好好的同心 然後不要太想我 因為 想念一個人是很痛苦的 只是去跟爸爸做班 因為照顧你們太久了 一開始去找爸爸的時候 其實你們都不要 不要傷心 也不要難過 因為我不喜歡我的小孩難過 就是這樣很簡單 他們快樂就好 他們快樂就好 好 好 好